萬華的掛包攤商廖榮吉 30年前每到春節都會自掏腰包 來宴請街友 而今年春節不例外 將一連四天洗開700桌 改成每年上午10點一場 並提供無限量的愛心麵 今天他提前送出了雞腿便當跟毛衣等 讓街友好過年 這騰騰的350個雞腿便當 外架一個人可以領三顆茶葉蛋 一端出來街友排隊等著拿 不只有便當還有350件毛衣 在寒冬提供給街友取暖 光是今年的冬天 就辦了四五場愛心活動 每年都有辦得很好 你覺得他很有愛心 有有有 原來自掏腰包的愛心人士 正是75歲的掛包籍 本名廖榮吉 站萬華進營掛包攤 31年前開始舉辦愛心流水席 讓街友吃到飽 今年也將邁入第21次 一餐180桌 180桌晚餐桌不出來 只有說那裡又沒有電 沒有電就只有中餐 刮包籍的愛心宴地點在桂林路旁的 題外停車場從小年夜到初二 改成每天上午10點一場 另外加碼提供無限量的愛心面 四天一共洗開近700桌 有體力有財力 真的如果倒是沒有體力就沒有辦法 儘管不景氣 但他的付出卻讓弱勢的小老百姓看到暖暖的愛 由DNTV甘邦杰張一華台北報導 到 到 到